各位观众欢迎回到时辰有约 新尧萌芽于70年代末 那是校园自弹自唱曲风的一种风潮 到了82年的时候呢 就真的给他降了一个定义了 泛指新加坡年轻人唱作的歌谣 那么大概到80年代的中期呢 新尧就进入了辉煌时期 以音符文字谱写一个清纯真挚的年代 也为新加坡的自创音乐 播下了美丽的种子 现在呢正在播的这个聚起飞 还有这个下个星期六的 重新出发新尧传承演唱会 目的都是为了希望能够把这份创作的精神 继续的传承下去 也就是说今天来到现场这三位嘉宾 他们身上的这个责任可以说是非常的重大 没错 来 我们有请嘉宾一起来讨论新尧 首先有海迪音乐的董事总经理 吴建峰先生 你好 两位主持人好 另外就是两位非常熟悉的本地音乐人 首先有黄昏默大哥以及林凯 欢迎各位 首先新尧走过了这三十年 大家都在不同的时候加入新尧的团队里面 对你们来讲到底新尧现在 在定义上有改变吗 建峰大哥 我觉得对我来说新尧从来没有改变过 就是他还是新尧年轻人自创歌谣 其实是比较广泛的一个定义 可能可是对于当时比较熟悉或者支持新尧的听众来说 他们可能比较停留在比较怀念那个时代的歌曲的上面 那对我来说其实只要是新尧不能写的歌曲都是属于新尧 所以无论年代无论时期 广泛的定义来说是这样的 我是这样看的 是 可是黄昏默大哥可能就有不同的解读了 因为你以前是青涩的文艺青年 到后来当了老师 现在看这个后起之秀 你的心情现在对新尧的定义有什么样的转变 我想形式上也许有一些不同了 以前我们都是一把吉他 然后几个人在一块玩音乐 因为我们不像现在的人 可以一个人从头做到尾 就是分馈来制作 以前都要录一个音乐 一首歌都要 一定要两把三把吉他一起来玩 现在是一个人从头到尾可以做到尾 这形式上有些不同 而且像这样子一个人包办全部 应该林凯自己也很有经验 他们这一代人 对 什么都能做 其实有交流的话 其实音乐会可能比较更有活力 所以虽然可以是一个人可以制作 但是比如说我自己吧 我创作的时候 要写词 要写曲 然后还要去想编曲 可能我会弹吉他 但是我不会玩贝斯 那我就找朋友一起互动一下 这样可能就会撞击更多的创业 可是你整个形象就跟像 盐林凌 潘宁就完全不一样的话 OK 所以对你来讲 那么年轻 心尧 怎样走进你的生活 其实我在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有在听心尧的歌曲 因为我的爸爸买了一张 梁文福老师的一张专辑 然后小时候就听过 很多这种新加坡的音乐 对 所以就在前一世里面就有了 而且我觉得这是新加坡的一个文化遗产 我们必须得要保留它 必须得尊敬它 但它的整个的发展过程 尤其是黄红墨老师 你站在一个老师又看着学生 一代一代成长的角度 你觉得它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除了这个分工合作 它可能它的音乐的走向方面呢 除了技术上 可能心态上 这个也很难得 就是他们这一代人少了很多的平台 就是不像我们那一代有很多的机会 上电视综艺节目很多 他们完全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这次办了这样的一个演唱会说 我想间接也可以带动这一股潮流 就重新地把新人给带出来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你什么普威之业什么的 真的很多 所以像建峰大哥 因为就是以一个公司的营业的角度来看 您旗下也有不少的 九十年代的时候的一些歌手出来 当时在签这些歌手的时候 有考虑到时代的因素吗 时代的因素我觉得没有 因为很自然的 因为音乐是跟着生活的节奏在改变 包括说接触到人跟事跟物 当时而且因为我们那时候决定是说 整个发展一定要往台湾去移动 移到台湾去 因为新方市场太小了 所以当我们整理台湾市场的时候 整个的要求跟可能定位都不太一样 所以从没有想到说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我能不能问一个很世俗的问题 当然音乐创作本身是一个艺术 但是商业利益 是不是在传承方面 必须还是要办一个很重大的角色 才确保它有 那是肯定的 如果你没有利润的话 你怎么要继续经营呢 那两者之间要怎么样取得平衡 这个是很难的 永远是一个挑战 永远是一个挑战 是 我们大家通过剧集看到了 他的戏剧化的一个部分 可是黄红木大哥跟林凯 你们两位有上过通告吗 你们好像有吗 像齐飞电视剧里面的那种通告吗 其实我觉得可能我自己的经历 蛮幸运的 就上过的通告和节目 都是一些音乐类型的节目 所以其实我觉得年轻的音乐人 尤其新加坡的创作人 应该要去争取机会 然后其实机会是有的 但有没有碰过说会感觉 跟作为艺术家身份 有所抵触的情况 对 任何的情况 我做的事情跟音乐没有关系 可是非得要做 其实就跟其他的工作类型 也蛮相似的 比如说你是个会计师 或者是一位老师教育者 有时候你还得要带小孩去 去动物园啊 去看看动物啊 做一些和你的正业 不是很直接有关系的一些事情 但是你还是必须得做 然后你回到你教书 比如说是教师的话 你的正业的时候 那就是你要做的事情 这个心态很重要 我第一次接触到黄默老师 是在我中学的时候 的校园的演唱会 所以以前跑校园 就算是所谓的通告了是吗 应该是做宣传吧 做宣传 因为唱片一出来 就是那个负责人 就会带我们到处去 去介绍我们的歌曲 所以这种校园风 跑校园 跟综艺节目 或是其他形式的一种宣传 你觉得就你来讲 是不是以前多了一份质朴 现在好像似乎更注重包装 然后你自己本身的感觉怎样 可能以前管得不太严吧 好像对人 就对我而言 这种人对我都没有太大的要求 是不敢对你有要求吧 我不知道 甚至我有一次我还记得 我穿一双破鞋去录影的时候 那个摄影师在故意拍我的那个 脱身的火鞋子 那很有型 对 真的有型 没有那个时代 其实没有太过照顾外型的 现在这样穿似叫不是你压风 也OK的 就是这个你怎么说 对 不是 那时候我们没有这个观念 没有说当一个艺人 就是要很在乎这个外型 你说这个 到真的曾经有人跟我透露 我不可以讲是谁 我透露说 信尧歌手给人的印象是土土的 不是故意的 这时候那个时代 我们就是这么生活这么表演 可是歌手自己跟我讲 他说我们就是要这样 也不是故意的 真的不是刻意的 因为我们生活本来就是如此 就很简单 而且那个图要看从什么时候来看 如果从现在看单图 可是当时看可能未必图呢 那个圆眼镜盈 那个是很新潮的 是 所以问问建峰就是说 信尧是一个大家一直非常喜欢的品牌 但是它未必是一个所有新加坡歌手 可以背负得起 或是愿意背负起来的 你觉得就是走出海外 我们还怎么样可以把信尧挂在身上 其实对我来说 信尧它只是一个名字 那重要的是它的本质是什么 那从新加坡歌手到海外去发展 其实我们从来没有说 我们是信尧的代表或信尧歌手 那我们只说我们是新加坡的歌手 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个名分不是那么重要 重要是本质 是我们自己的东西 那我觉得还是重点 所以林凯在音乐的表现上 有没有就是被这样的一个 信尧的模式稍微牵绊一下 或者是说有没有稍微照顾一下 新加坡风格的音乐 我其实觉得新加坡的音乐 只要是从新加坡人的手中创作出来 那就算是新加坡的一个音乐作品 那可能信尧是比较民谣风格 但是现在音乐可以很多元素 有不同的音乐风格 所以只要是新加坡人做出来的音乐 我觉得都是属于新加坡文化的一个一部分 很重要的一部分 好像你说 当然风格音乐肯定是很多元化 有没有可能请黄红莫老师帮我们讲一讲 所谓新加坡人创作的音乐 一般上我们所具备的特色 或是在市场上我们可以使用的卖点 我想信尧应该有所谓观众的一个角度来看 信尧应该是我来看是一个现象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写的都是校园 或者是自身周遭的一些生活上的 一些观感的东西给记录下来 然后用的乐器也非常简单 就是一把吉他或者是一个钢琴之类的 后来慢慢发展成有离合期 就变成很多的弦乐都加重了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发展 就是音乐它都是要慢慢慢慢地丰富 那就不为过了 所以讲的是一个现象 而不是说信尧所指的都是本地创作 可是在观众的角度来看 应该是指的就是当年有一批人 通过跟新生这个节目出来的 他们就把它当成信尧 然后稍微偏离了 他们就认为那不是信尧 其实也不有 怎么把他们容易贯通 是不是接下来这个演唱会的 其中一个很大的目的 是的 可以这样说 我们为什么办信尧传承演唱会 就觉得说过去的一些 这几年的信尧有点 怎么说复兴的感觉 很多很多点常会都是满足的 可是发现到可能大家比较重视 或者强调的是老哥或者怀旧的感觉 而其实当年信尧的精神 是在强调一个原创的精神 那可是我们发现到 可能这一部分有被忽略了 而其实这几年你敢来看 其实有很多年轻人 在从事创作的这个工作 不过没有人知道 或者说不是引起很大的关注 那这个信尧传承演唱的目的 是希望把说眼光 能交距到这些年轻人身上去 所以像林凯这样的话 就是你会演唱的是 你自己的作品 而不是翻唱过去信尧的歌曲 我会和一些新加坡的音乐前辈们 一起合唱一些歌曲 但是我先不要 先卖个关子 先别说是什么歌曲 大家到现场去自己来发现 对 好的 这个演唱会真的是令人期待 真的 这个重新出发信尧传承演唱会 就会在11月14号 星期六晚上8点钟 在新加坡博览中心举行 想要了解更多详情的话 可以拨打6534-7177 或是直接到网址 gpw.obmusic.com.au 去去了解 是非常期待 众位精彩的表演 以及当天 这个可以大家 众人一起大合唱的演出 谢谢各位 谢谢 好 你也是信尧的一份子吗 欢迎到我们 世诚有约的面部网页去留言 同时也可以通过 8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的网站 中文节目 学生有约 今天先为您进行到这里了 在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 下个星期我们再见 下星期一见 下星期一见